远看以为是个海极花 走近一看原来是个河豚鱼 咱们赶紧把它挖出来 这种河豚它是好看是好看 但是不经过专业人士 咱不要碰它 它的血液是有毒性的 咱们 看 这个文革里 河也非常的漂亮 那肉更没得说 非常的有嚼劲 这里 有发现一个海红 看到没 这个海红可真会扎根 扎在这个贝壳上面 海红里面吃过没有 虽然它外表上看起来没有那么华丽 但是吃起来也是可鲜了 炒个韭菜小辣椒啥的 那是一个带劲 在河山上放一这样的小古包 不是一个沫眼罗 就是一个大蛤蜊 你看 小白 白蛤蜊的这个 这个拿回家以后 需要放海红里进养的 它是需要吐沙的 因为它里边 不吐的话里边有沙 吃起来咯牙 哇 你们仔细看一下 一只螃蟹在那干嘛呢 看到没 哇 跟它打洞了 你知道吗 看到吗 嘿嘿 要我发现一个正着 我摔出来 我看 哇塞 这个 哇 它是个母系 哇塞 它可能要是打这种样子 准备要采卵了吧 可能 活地妈 哇塞 老远就发现一个大吃亚红 啊 赶它跑 这是忙着搬家 忙着这事 啊 啊 哇塞 你说巧不巧 哈哈 哇塞 吃亚红 哇你看 这个螃蟹啊 跟别的螃蟹不一样啊 口里都通着纸的 你看 老远啊 就发现这地方有个贝壳 哇 这首先一看啊 哇塞 原来是个角落 哇 你看这角落好不好看 请不吝点赞